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 北宋燕文贵的洋边催马送粮盲图 纸本色色 纵51.4厘米 横953.8厘米 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燕文贵 北宋画家 文贵 一座贵 又名燕文记 吴兴 金浙江湖州人 出身威贱 曾立集军中 宋太宗时至汴梁 于街头卖画 被画院代照高义发现 并加以举荐 后进入汉林图画院 慎得太宗赏识 善画山水 乌木 人物 作画长自出积注 若比命意不惜古人 所画景物清润秀雅 又善于把山水与界画相结合 将威鹅壮丽的楼关阁屑 穿插于西山之间 点缀以人物活动 刻画精威 笔法俏丽 境界雄魂 人称燕家景致 存世作品有 江山楼关图 西山楼阁图 秋山淋雨图 燕兰水电图等 画卷以平铺饰 惠山鸾连绵 峰回路转 山间处云雾飘渺 高塔 庙宇 楼阁引线 瀑布 泉水汇于山脚 水面宽阔 有船之往来 令树之一岸停泊 河岸边 小桥上 崎岖山道上 蕴梁的驴队浩浩荡荡 络绎不绝 画面中部会有一座客栈 茅屋里数位客人吃饭歇脚 另有数人坐于高台上平栏观景 此图飞烟文贵所绘 更似名人风格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 请欣赏完整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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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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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